变成一个超人类最快捷的方式是什么?被某个特殊的蜘蛛咬上一口,花了好几百万年,才从南方古人进化成现代人的我们,如果继续进化下去,要多久才能变成智商更高,体能更强大的物种。 当个人类个体只有几十年的生命,等不及自然进化里的漫长岁月,手握着越来越厉害的技术,有些人已经开始按照自己所设想未来人类,开始改造自己了。 为身体植入机械,电子已突破肉质极限的医学朋克,积极研究脑机接口的公司,还有将遗体冷冻起来,等待被重新复苏的人们。 这群拥护超人类主义的朋友们,在使用科技来增强人类的精神、体能,克服人们所不想面对的疾病、残疾、衰老和死亡,这些相当激进的方式,让人瞠目结舌,也会让人惊叹。 科幻小说里面描述的场景,是要到来了吗? 帮手臂植入芯片的医学朋克们,医学朋克应该是超人类主义里,走得比较前沿的一类,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有多先进,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在身上做一些接近的DIY和手术。 图片来自纽约时报,今年5月,纽约时报报道了加州一群生物派克的年度聚会。 他们自称Greinder在身体植入磁铁和无限视频识别芯片,是他们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个仪式。 在这次聚会上,纽约时报的记者Alice Hines,见到了30多个在体内植入了磁铁或者芯片的人,植入人体的发光线缆,图片来自纽约时报。 此外,他还围观了一个,16岁的少年路易,Anderson Lewis,Anderson在一个试验对象的手臂中,植入一条单生物土层的发光线缆。 不过,这个曾在老鼠身上试验成功的大胆操作,在人类手臂上的第一次试验却失败了。 凯文沃维克,凯文沃维克,英国锤龙桃大学的控制论学者凯文沃维克,凯文沃维克,凯文沃维克教授,在1998年就通过手术在手上植入了芯片。 2002年,他还给了加上百个电极,与自己的神经系统连接在一起,制造出一个称为BrainGate的系统,能够用来控制仿生手臂。 2015年,瑞典科技孵化器,Epicenter,就开始给员工植入芯片,至今已经有大约,3500个瑞典人使用这个植入的芯片,来进行刷门禁,支付和买车票。 芯片芯片的技术,一般用来飞机行李,货运和零售等,需要对其进行识别和监视的行业。 这颗大小哥米粒相似的芯片,还被广泛植入到宠物和野生动物的体内,用于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监测。 图片来自Ryan O'Shea 今年来,已经有不少为医学朋克服务的科技初创公司出现,他们生产适用于人体植入的芯片,提供相应的外科手术服务,有的还在开发用于配合植入芯片使用的外部设施。 比如门禁系统,支付系统等,图片来自工科机动队,于是朋克们再接近极端些,应该就是工科机动队里的草质素子。 那个一般是肉体,一般是机器的生命,也被称为塞伯格。 在1960年,塞伯格被美国科学家克莱恩斯·曼菲特·克莱恩·雷芬特·克莱恩·雷芬特·克莱恩·雷芬特·克莱恩提出,并一直影响着各类科幻作品。 头部植入的天线,让Neil Harbisson把蓝色感受为钢琴中央的C,一个名为塞伯格基金会,Sandberg Foundation的组织在2010年被成立,用意联系全球的身体强化者和超人类主义者。 创立人Neil Harbisson从小患有一种脸部疾病,看不清任何色彩。 他在2006年接受手术,在头部植入了一根天线,通过鼓传导传输数据,让色谱变成音符,加色彩,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感受。 脑机接口让人们直接用思维沟通。 如果医学朋克是在用机械和医学的手段,打破人类和机器的边界,那么脑机接口的研究,则是想要达到人机和医的境界。 如果我们想要做到用意念来操控机器,脑机接口的技术必不可少。 伊利诺伊大学的研发用丝绸制成的接口,表面有灵活的贵晶体管阵列,脑机接口。 Cable in Computer Interface是指,通过从大脑中提取特定的生物电信号,依据现有的认知神经科学理论进行解码,在与外部系统建立联系和沟通。 简单来说,脑机接口就是让机器直接读取大脑信号,与外界设备进行互动。 目前相对流行和便利的人机交互模式是语音。 比如我要控制iPhone查天气,最简洁的方法是向Siri发出命令,这个过程需要大脑对负责语言的神经,嘴巴的肌肉群等发出指令。 当脑机接口发展到一定的程度,我们的大脑可以不通过嘴巴,直接向机器发出查天气的指令。 头顶的磁线圈能够在大脑内部产生电子脉冲。 有人在往无创的方向研究,图片来自维基百科,脑机接口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,各家的方法和技术都有所差异。 而在2017年,又有了两个队员表示加入队业,一个是特斯拉创始人伊龙·马斯克与另外八人一起创立的公司。 Nuralink 这是一家开发神经指导技术的医疗研究公司。 另一个则是Facebook Facebook 在去年的开发者大会F8上宣布,神秘部门Building 8已经展开了脑机接口的研究,负责Building 8改革项目的Regainment Daggan表示,大脑每秒会产生约一匹币的信息量,目前语音让我们以每秒,一百字节的速度向他人传递信息,但这还不够。 最终,将人们思想产生的信息传递给的皮肤,通过Facebook新技术让皮肤改制信息的内容。 此外,该技术将允许使人们可以使用完全不同的语言发出或接收信息,解决了语言不通的问题。 听起来,他们是要重新建设一座,不是用语言来沟通的巴别塔。 现在,脑机接口的研究,已经开始应用到辅助脑碳患者的研究中。 2004年,布朗大学研发的Bringit系统被植入的 13个瘫痪者大脑的运动P层中,这个系统可以监测植入者的神经元。 如果被植入者,想要做出移动手臂等动作,大脑中的神经元就会释放电信号Bringit,再将这些电信号解码传送到人体外的系统。 Bringit已经让一个四肢瘫痪的女士在无开户的情况下喝到饮料, 还让另一个四肢瘫痪的女士在飞行模拟器上驾驶F-35战斗机。 当脑机接口可以将人的思绪准确快速的传达,那也意味着人脑中的大量信息能够导出并储存起来。 图片来自33rd Square,俄罗斯亿万富豪以此克福于2011年创立了一个名为俄罗斯2045的计划, 想要通过对包括人工智能、神经学、人工机关等领域的研究进行投资,来打造人类的不死之身。 这个计划被分为四个步骤。 当2020年,要实现人脑对机器人化身的遥控。 当2025年,要把人脑移植到机器人身上。 当2035年,要破解人类大脑之谜,打造出人造大脑。 当2045年,要创造出真实版的全新虚拟人,这个人类永生计划的技术关键, 就是脑机接口。俄罗斯郊区的冷冻室,脑机接口或许可以让人的思绪永生, 但在现阶段,人体冷冻也成为了一些人追求重生的方式。 杜宏女儿在母亲事事后发出的朋友圈,图片来自凤凰网。 中国首预冷冻一体的案例是重庆女作家杜宏,她还是科幻小说三体的编审之一。 在2015年离世后,她要求女儿将自己的一体冷冻起来,等待未来科技进步了以后,将她复活。 人体冷冻起源于1960年代,最早提供该项服务的机构,是美国人体冷冻学会。 除了美国的多家机构和公司,目前俄罗斯和葡萄牙也有相应的冷冻机构。 Clearis里的工作人员,图片来自Wild Clearis,是俄罗斯的人体冷冻组织。 成立于2005年,她收取36000美元,对一只遗体进行冷冻。 首先他们会将人体内的血液抽取出来,注入防冻机后,再将它保存在冷冻室,Cooling Chamber中。 目前Clearis已经保存了60亿具人体,一击包括猫、例如金丝却在那的31个宠物,另外还有487个人跟他们签订了合约。 虽然参与人体冷冻的人源源不断,但也有不少学者对这些做法表示质疑。 马省总冷冻学家Mermit Toner博士认为,冷冻和负温都需要季度缓慢地进行,而过程中结冰金是无可避免的。 目前并没有任何一种适用于所有细胞的防冻剂,当细胞组织的液体结成冰金后,就会对细胞结构造成破坏。 此外,对人类大脑的保存,也是难度相当大的。 大脑的密度非常大,并且有血脑障壁,B-L-O-O-D-B-R-A-I-N-B-A-R-R-I-E-R,和水灵之帮国保护。 英国国王学院的神经学教授,Clyle Cohen,认为,大脑是一个密度极其大的组织体,想要将某种防冻剂注射到里面,并依靠这个来保护大脑。 这个想法本来就很荒谬,但在目前而言,对于那些有着强烈永生需求的人们而言,这是他们能够接触和使用上的唯一一个办法。 至于冷冻公司是否会破产,未来人类是否会放弃复苏他们,相应的技术是否能够及时出现? 这就不得而知了,超人类主义都是什么? 1965年,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理查德·斐曼是这样看到死亡的,生物学上并无证据表明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终点。 我相信生物学家们会找得衰老和死亡的本质原因,并将人类的机体从这个环与恶极中解放出来。 这只是个时间问题。 那个年代,冷战的航空军备竞赛,让人类在探索宇宙的同时,感慨自身的渺小和脆弱,也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。 科幻作品里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赛博格,人体冷冻也开始在现实中出现。 朱利安·赫须离,图片来自维基百科,超人类一词最早有,20世纪生物学家和优生学家朱利安·赫须离·朱利安·赫须离提出。 他认为,未来的人类会继续进化,超越现有的人体直线,于是在1957年创造了这个词,医学朋克让人们的肉体有了新的能力,脑袋接口将会把大脑从身体里释放出来,而人体冷冻作为人们延长寿命,追求永生的一种方式,也在等待被验证是否可行。 从几千年前寻求长生不老的秦始皇和埃及法老,到通过植入机械物来增强身体能力,再到利用基因工程来改造生命体,使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克服人类的极限的案例一直存在。 毕竟,找到蜘蛛咬自己一口顶多是中毒,像漫威英雄里面那样,要自己变强的变异,以自然选择的速度,至少需要再等上几百万年。 剔图来自电影《Ghost in the Shell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